欢迎收听大纪元新闻 请听大纪元记者陈俊村报道 美国空军有多少架飞机 战力有多强 美国空军是世界上最强大 拥有最多飞机的空军 该部门拥有的飞机超过5000架 而且部署在世界各地 包括最先进的第五代战机 这5000架飞机由10个司令部负责管理 并依据其任务执掌完成各项任务 依据世界现代军用飞机名录的 2024年全球空中战力排名 美国空军目前拥有5189架飞机 其中包括1511架战机和132架轰炸机 这项评比不光是针对各国空军 或拥有空中战力的其他军种的整体战力 也包括现代化 后勤支援 攻击和防御能力等因素 各国空军会获得一个真实价值评分 来作为排名的依据 美国空军以242.9分 名列世界第一 其空中战力超越同样拥有飞机的 美国海军 美国陆军和美国海军陆战队 也胜过其他国家的空军 以下是排名前十名的飞机数量和评分 一 美国空军5189架 242.9分 二 美国海军2626架 142.4分 三 俄罗斯空军3652架 114.2分 四 美国陆军4397架 112.6分 五 美国海军陆战队 1211架 85.3分 六 印度空军1645架 69.4分 七 中国空军2084架 63.8分 八 日本空军779架 58.1分 九 以色列空军581架 58.0分 十 法国空军501架 56.3分 据航空新闻网站简单飞行报道 基于任务与需求 美国空军的飞机被分配到以下十个一级司令部 空战司令部 空战司令部的总部位于维吉尼亚州 兰利 尤斯蒂斯联合基地 其任务为组织 训练和提供装备给空军士兵 让他们在多个领域中作战 以控制空中 太空和网络空间 该部门拥有超过1000架飞机 包括攻击机 战机 电子作战机 加油机 运输机 侦察机 直升机和无人机 空军全球打击司令部 空军全球打击司令部的总部位于 路易斯安那州巴克斯戴尔空军基地 其任务为提供战略武器 包括核武核B-1 B-2 B-52等轰炸机 进行全球打击与战斗支援 空军机动司令部 空军机动司令部的总部位于 伊利诺州斯科特空军基地 其任务为提供运输和加油服务 并进行全球空中机动支援 该司令部拥有多种运输机 加油机和VIP运输机 空军特种作战司令部 空军特种作战司令部的总部 位于佛罗里达州哈尔伯特营地 其任务为提供空中支援 给全球各地的特种部队 基于任务的特殊性 该司令部拥有一些专业化的飞机 例如AC-130空中炮艇 CV-22与英式倾斜悬翼机 和MPU-9无人机 太平洋空军司令部 太平洋空军司令部的总部 位于夏威夷州珍珠港 西卡姆联合基地 其任务为整合远征军的空军战力 同时负责指挥位于夏威夷 阿拉斯加州和驻扎在韩国的空军部队 该司令部拥有各式战机 运输机和加油机 美国驻欧非空军 总部位于德国拉姆斯泰因空军基地 的美国驻欧非空军是一支远征军 含有美国欧洲司令部 以及美国非洲司令部 其任务为支援欧洲和非洲的空军作战 美国驻欧非空军拥有各式战机 运输机和加油机 空军预备役司令部 空军预备役司令部的总部 位于乔治亚州罗宾斯空军基地 其任务为支援现役部队进行作战 并协助国内外救灾 该司令部拥有各式各样的战机 轰炸机和运输机 空军教育与训练司令部 空军教育与训练司令部的总部 位于德州圣安东尼奥联合基地 其任务为寻找、招募、训练和教育国家需要的飞行员 该司令部从T34和T6教练机开始训练飞行员 再转换为T38或T1 这取决于学员是否会继续接受战机、轰炸机 或运输机、加油机的训练 一旦完成飞行员初步训练 学员会被指派到一种特定的机型 开始学习如何驾驶该机型 该司令部拥有各式飞机和直升机、可供学员接受训练 空军装备司令部 空军装备司令部的总部位于俄亥俄州 莱特·泰特森空军基地 该司令部负责设计、取得和测试新装备 但没有直接参与作战任务 该司令部也有飞机作为测试和运输之用 美国空军现有的各种飞机 该司令部至少都有一架 其中又以F-16战机最多 共有22架 有百草之王美育的人参 被视为长生不老的上等补品 在韩国出产的高力参 还有活化机体作用的多种有效成分 可增强免疫力 是疾病无法入侵 被称为万灵补品 高力参分野参与栽培两种 由于加工方法的不同 入药用的人参又有生晒参 白参 红参等不同的成品规格 玄宝黑参口服液 以百分之百韩国优质 六年高力参为原料 根据朝鲜王朝医学宝典 东医宝剑 记载的九争九铺方法纯手工制作而成 高力人参含有34种人参灶带成分 远高于西洋参和三七参 另外 人参灶带RARF-RG3-RH2 为高力人参独有的成分 经九争九铺制作后的黑参灶火兴致进去 一年四季及任何体制人均可服用 解决了人们长期关注的 持高力参上火的问题 提高了有利于人体吸收的 多种有效成分的含量 其中有免疫抗癌作用的人参灶带RG3的含量 比红参高八倍 人体对玄宝黑参中的人参灶带的吸收率 高达80%以上 是红参的六倍多 是白参的16倍 点击视频下方的链接输入优惠码 DJY2024即可享受全球免费邮寄 这期新闻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谢谢收听 下次再见